老花眼鏡 包括在夜市有在賣 眼鏡行也有在賣 到底該怎麼樣選擇 一副正確的老花眼鏡呢 今天很高興請到的是 舒田診所眼科主任 王思宏 王主任 來到節目現場 主任早安 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 好 主任 首先就來問問說 其實夜市裡頭 就有在賣100塊錢的老花眼鏡 這眼鏡可以買嗎 可以戴嗎 我想老花眼鏡 是應該跟每個人的體質 每個人的年紀 每個人的度數 這樣來因為因人而色 一般夜市他們賣的老花眼鏡 一個就是 它的品質當然是會 可能會有問題 另外一個話 它是兩邊的度數是一樣的 而且那個焦距是固定的 眼睛的距離是固定的 所以這來說是可以暫時的 可以讓你看得清楚 但是你看久了之後 可能一些很多的一些症狀 都會跑出來 這樣是哪些症狀呢 所以你如果說度數不合的話 你眼睛可能需要更用意去調節 如果說你的焦距不對的話 它有可能會有一些靈靜的效果 所以你眼睛也需要更用意去看 所以你可能短時間 動數版會加深是不是 你可能短時間看得清楚 但是可能你看久了之後 可能幾十分鐘你就覺得不行了 所以那種一般來說 就跟我們在銀行裡面 有時候辦事的時候 它有一些 一些簡單的 比如100度 200度 300度的那種老花眼鏡 它是說可以暫時性的 你要寫個文件的時候 暫時性戴一下 那是OK啦 如果長時間來閱讀或是說來 來做其他的工作的話 我想大概不太適合 是 就是看報紙 看書的話 還是需要一副很專業的 老花眼睛對不對 對 好 我們提到專業 其實到眼鏡行 或者是到眼科診所 或者是到大院裡頭 其實這老花眼睛 還真的是分得很細 有包括像是單膠 雙膠還有等等 這些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一般以單膠 一般我們分大概三種 一個是單膠 一個是雙光的 雙光 一個就是說多焦點的 是 那以單膠來講的話 就像我們一般的眼鏡 如果說你把那老花眼鏡配上去 大概是所有的鏡面 大概就是一個度數 所以你比較好適應 那就是說你只能看近的 那看遠的話 可能就是要戴原來的遠 那個看遠的眼鏡 所以你要換來換去 是比較不方便 那雙膠的話 它大概就是上下的焦點不一樣 上面的部分是看遠的 底下的部分是看近的 那方便就是說你不用拿上拿下 但是不好看 就是說中間有一條線 很快就是揭露了你的年齡的秘密 因為滿明顯的對不對 兩個鏡片在一副眼鏡裡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多焦點的話就是說 它把看遠 看中 看近的焦點 都把它放在同一個鏡片上面 那這種的好處就是說 你不用拿上拿下 而且它有個不同的焦點的話 你可以看得清楚 只是說它就是說 你需要有一個時間去適應它 因為它有不同的焦點 你要對到焦點你才看得清楚 而且如果說你對不到焦點 眼睛在那邊動得很厲害的話 那你可能會引起一些 有些人會引起頭暈的一些症狀 所以這就是說 看每個人的他的需求 你的原來的度數是多少 是近視是遠視還有沒有閃光 還有你的職業是什麼 你大部分的時間是要打電腦 然後看文件 還是說你的工作的距離是多少 這都要考慮到 所以應該是 老花眼鏡應該是 每個人的一個量身訂做 生活習慣來看你適合 用什麼樣的眼鏡 提到除了戴眼鏡之外 幾年前好像也開始 發明了這種老花的隱形眼鏡 隱形眼鏡這樣是 適合什麼樣的人來佩戴呢 一般來說隱形眼鏡大概就是 老花眼鏡也是它一個鏡片裡面 它在靠近裡面的話 有加一些老花的度數在裡面 一般來說 如果說你不想戴眼鏡 因為有些人不想 眼鏡看起來就是好像很老 它已經有戴過眼鏡 我想這個族群的話 大概是可以考慮 也包含有近視功能 如果我有近視又有老花的話 也是有這樣的眼鏡眼鏡 可以選擇 它有看遠跟看鏡的 也有這種功能 OK 好 最後再提到說 老花眼鏡一組 該怎麼樣 在日常生活要特別注意些什麼呢 一般老花是眼睛的調節功能 比較簡退 所以一般我們看近距離 會比較吃力 所以一般雖然配了一個 老花眼鏡之後 還是會建議說 你大概不要看太久 而且一般來說 光線要比較足夠 看得不要太久 一段時間大概可能就要休息一下 讓眼睛休息是最重要的 如果說你原來戴了老花眼鏡 一段時間之後 覺得又看不清楚了 對 除了有可能是度數的變化之外 那也有可能是眼睛本身 因為年紀大有時候一些 一些比如說白內障 或者說其他的病變 慢慢的產生 那有可能需要 針對這個部分來做一些治療 我想如果說 你戴了老花眼鏡之後 還看不太清楚 那有可能需要 要求助專業的眼科醫師來評估一下 到底是不是只有純粹老花 還是還有其他的問題 所以可能是其他的眼部病變 對… OK 好 但最重要的 還是讓你自己的靈魂之瘡 多多休息了 好 今天非常高興 請到王主任來到節目現場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